急急分局的急急派出所远警日前接到民众报案 表示自己已经高龄74岁的大姐可能遭遇诈骗事件 希望警方能够到场协助 经过了解是一件假检警征诈骗的案件 在急急派出所远警不断劝缩下 黄欣安嬷才了解差一点被骗 对警方及时拦阻她被骗是非常感谢 该名黄姓夫人她接获两通电话 都是自称为假警察 表示叫她将户口名簿跟一些证件寄给她 给诈骗集团使用 警方到达现场时候跟黄姓夫人 表示这些电话都是诈骗的电话 警方在此呼吁家中有一些长者的话 有接获不明电话 可以请求110或165协助 阻止诈骗行为的发生 一人黄春林相当感谢远警的用心 在细心圈梭下阻止黄欣夫人受骗 日前我们积极趴守远警接获民众报案 家中长辈联系接获不明来电 冒充远警要求提供身份证印章 且将这个过程告知 在我们家中的老人家 不可以报案 经远警细心发现 而近来也在发放6000元 全民共享普发现金 对此黄议员也指出 很有可能遭诈骗集团利用 黄议员也提醒民众要多加小心 政府发放还税移民 每人可以领新台币6000元 在这也呼吁 若有不明之处 向公所或政府查询 避免遭受诈骗机场诈骗 索性在远警劝说下 阻止黄欣夫人受骗 积极分局也提醒民众 接到来路不明的电话 要多加小心 并拨打110或165 寻求协助 记者求便宜积极采访报导